清晨七點喉嚨作響的沙石車水泥車 湧入中間大學校園周邊 學生租屋處工程淋漓 有的甚至從早施工到傍晚 請問像我們這樣子 一騎的工程大概要蓋多久 大概一年左右 七點半到五點 好像是五點半左右 就是沒有說什麼假日的 記者實地來到施工工程附近的租屋處 到底附近學生的生活品質 有沒有受到工程影響呢 讓我們來聽聽學生的說法 最讓我不想愛就是 他們知道有一種東西叫做walkie talkie 他們東西他們一定就是要在三樓 一定要喊到一樓 說阿楊 趕快把土耳朵拿起來啦 很吵 然後早上會被吵醒 然後下午的話或是就是有時候夢比較大 常常會有會沉睡進來 我覺得的確是有受施工影響 因為其實他們已經施工超過半年左右了吧 如果被他們施工吵醒的話 我通常都睡不太早了 像如果睡不著的時候 我就會把窗戶關上 然後把冷氣打開 當學生生活品質受到施工影響 除了緊閉門窗戴起耳塞 還有別的辦法嗎 學校附近有這種施工噪音影響的時候的話 可以多達我們環保局的那個環保城前報案中心 中心接到電話之後 我們會在最快的時間之內 太遠到現場去做一個機查 施工的出來量車的噪音 沒有超過那個時候的管制標準的話 那我們會告職業者說 加強所謂的這個噪音防止的措施 或者是避開所謂的休息時段來施工 如果量到的噪音有超過管制標準的話 我們會要求所謂的一個限期改善 它的改善是四天 四天之內我們會再做所謂的複查 那就是會一直要求到它改善 我們去量車噪音符合管制標準位置 儘管施工無法避免 但當噪音影響我們的生活品質 記得尋求適當的管道協助 別讓你的權益睡著了 記者邱平靈修廷嘉一銘雄採訪報導